肉体上的痛楚 虽然难耐 但是经过适应性的训练 再结合内心的完成信念 不是不可以客户 我今天会教授给你们 如何适应 言行拷打下的痛楚 如何在敌人的 审讯人员面前演戏 再不出卖 军事机密的前提下 如何减轻个人肉体 所遭到的虐待 请注意 刚才我强调了一点 那就是内心的顽强信念 什么是内心的顽强信念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精神防信 这里才是最核心的 是不能被打破的 它一旦被打破的话 就会出现缺口 它很快就会溃过成军 内心的顽强信念 来自于 对祖国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来自于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热爱 它来自于 你们的坦荡内心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我刚才是故意要逼你的 因为我知道 你一定会告诉大家 他们都是你的战友 他们信任你 如果你连 要带入险境的部下 都不说实话吧 那他们对你的信任 很快就会出现裂痕 严重的话 就会是缺口 甚至崩溃 唯有坦诚 才有忠诚 我没有资格在这里教育你们 我并不是你们的上级 我只是一名教官而已 这也只是 就我本专业教学所谈的经验 唯有坦诚才有忠诚 战友之间的相互欺瞒 一旦被揭穿 会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 危难关头生死之间 如果战友之间不能相互信任 等待你们的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个个被击破 全世界的军队都有干我这行的 我们叫做混蛋行家 无耻混蛋 我们这些人熟悉人生的弱点 善于制造 俘虏内心的恐慌和猜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在我们这些无耻混蛋的眼里 你们这些人又是什么呢 实验室里等待做实验 对了 就是实验室里边 等待做实验的小白鼠 我们这些无耻混蛋 会用各种方法 对你们的精神和肉体 加以折磨 除非我们非常急迫 否则 我们并不急于让你们开口 为什么 因为那样会失去很多乐趣 那种乐趣 在其他地方是很难找到的 死变态 说什么 大点声 报 说 我是说死变态 说得非常准确 在战争中 如果你们一旦被俘的话 将会面临 和这样一群死变态 有人说了有日内瓦公约 可日内瓦公约到底有多大用 我想当你们看过了烈火金刚的视频之后 没有哪个年轻人会跟我较劲 日内瓦公约它是美好的 是战争中人性的太阳光芒 但是在战争中 更多的 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那里有无尽的黑暗和黑夜等着你们 在那里 伸手不见五指 有阳光和天堂 就会有黑暗和地狱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地狱 叫什么 很好 你这小丫头不错 很像我的一个学生 那个带狗的女魔头是吗 对 我想你和她 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吧 跟她熟还不如跟狗熟 韩国娘 对 我喜欢她 有胆识 有勇气 让我觉得 你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的 你愿不愿意加入 不愿意 什么果章的事情 必须果章 我才不觉得一个单鸟呢 好好的空中行鹰骨座 非要去做什么主报的 对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我能看看你的左右脸吗 可以啊 严肢很高 你变成完美 谢谢 好啊 我很喜欢你的表现 蹲吧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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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狼 有人反水啊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你别伤着她 心疼疼了是吧 我看你还是战虎的人 你可以归队了 我来都来了 哪儿有那么多的想法 我 我只是说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战友 千万不要真的怒伤他们呀 战友 至少现在的情境呢 你要想阴云救美 现在就会滚蛋 要不然 做我哄你教员的职责 大牛 我关你的事 大牛 你先出去 你先看看 你不是喜欢出头吗 这就是出头的代价 你如果不要拟待一个人的话 你就来拟待我 我 我就会找我 我 我 朕没你说话的份 这牛肉 还是带血的好吃啊 黑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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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牛肉你也跟黑龙抢 怎么是我跟他抢的 明明是他跟我抢的 你还真会玩啊啊 你真的不错 那哪儿就一个人 他带我了 就是她的 他人和他有 complaint 我告诉你 他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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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呀 你这就要是吧 你这就要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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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积 感谢观看